Hello 大家好 我是劉掌靖 帶來這首《一顆新的夜》 我對我的夢有種慰恋 大於痛苦大於這世界 就像只有一顆新的夜 它的閃耀 它的孤單不用被看見 誰又能手來擁有一切 一無所有 不是命中注定的一夜 所以我要自由的明天 也許燦爛 也許平淡 我不會改變 選擇孤獨 不可以哭 再多的傷痛 我也不忍受 選擇孤獨 不可以哭 所有付出和我夢中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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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顆新的夜 那一顆新的夜 這個力量我覺得也蠻特別的 沒錯 因為這一次咱們的力量 不僅是要傳遞給屏幕前 一直在看今天我們演戰會的網友們 更是要給那些在疫情期間 貢獻過他們生命之光的醫護人員 這一次在醫護人員過程當中 其實有一件疫情當中的小故事 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他是一位原厄的護士 當時他碰到的病人不太配合治療 可能情緒上 心態上有些波動 結果這位護士給病人念了他的家書 念完之後病人受到了鼓勵 接受治療 最終康復 這位原厄護士的名字就叫 朱丹丹 今天咱們把他請到了節目的現場 朱丹丹 歡迎 歡迎丹丹 今天節目現場是有兩把椅子 我身邊是有一把 長進身邊也有一把 當我說完歡迎丹丹的時候 他沒有任何猶豫就坐到了那邊 好的 你坐的是正確的椅子 長進 感受到你的吸引力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這導演組也好的啦 我還以為你要說這是音樂的吸引力 沒有沒有沒有 來跟大家鏡頭面前陪我們大聲招呼 大家好 我是北京同仁院的護士朱丹丹 因為剛才我聽到陳明哥說毒性的部分 那時候是什麼情況的一個感受 你會想選擇毒性呢 那個時候因為我們那個病人病情特別的重 而且他不配合我們醫護的這個治療 所以為了給他打氣加油 然後我選擇給他念家書的這個方式 我覺得這個感覺蠻好的 然後我聽說你在那個疫情的期間 是有那個記日記的習慣 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嗎 可以 這個就是我當時記的日記 就是我會畫一些那個畫一些畫在上面 是 然後就是比較檢壓 哦 而且很明顯看得到就是那時候還是在那個過年期間的寫的 就是過年期間 大年初三 然後會畫一些就是比如說給武漢打氣加油的這些畫 我可以給你讀一小段嗎 好 可以當然可以 嗯 比如說這天吧 這天是1月30大年初六 然後武漢的街道寬廣 但車輛禁止通行 然後只有一輛輛急救車拉著警鈴飛奔而過 當時我們聽到的時候心裡都特別的傷感 嗯 再或者 這天是2月7日周五 然後這天晚上的21點17分 就是我拿著手機等待接收病人的通知 嗯 然後這時候群裡就發來一張感謝信的照片 是我們負責到133床阿姨寫的 嗯 因為在病房裡沒有紙 所以她就將自己的藥盒拆開 然後把感謝信寫在了藥盒的內皮上 然後當時我特別的感動 就看哭了 嗯 那這個 那個感謝信你有帶來嗎 因為感謝信 她在隔離區裡屬於有污染的東西帶不出來 但是我自己保留了一張當時的照片 嗯 哇哦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時候寫在藥盒上 哇 這個鏡頭看到嗎 真的是拆開的藥盒 是 然後可以看到 我大概念一下 就是上面寫了 就是 我真誠地衷心感謝你們遠到來的醫護人員 嗯 然後就是 感謝你們的耐心 急救 不好意思 我的中文 救助 然後 然後在這麼簡單的條件之下呢 謝謝你們了 哇 謝謝 謝謝掌精也 謝謝丹丹 這本日記 這本日記 真的是讓我印象太深刻 自帶插圖 自帶插畫 我也真心地希望 祝丹丹的這一份武漢日記 也能早日出版 嗯 其實這一次那個感受其實還蠻 蠻 蠻感動的 因為包括因為這一次我們也深陷在裡面嘛 然後包括就是身邊的一些 呃 平時生活的狀態的那種 生活狀態是完全跟以前不一樣的 所以呢我其實感觸也蠻深的 所以想在這個集會也唱個一首歌給你們聽 哦 謝謝 太好了 一米遠的距離感受長進的聲音 單單 控制一下好不好 好 平靜啊 我也控制一下 有點熱 不好意思讓你們等一下 再來這首《昨日晴空》 希望你們喜歡 拍拖 忽然一瞬間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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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被時間的說草模糊的話 我们哪 各自要去哪儿 问题好傻 谁又能回答 想念从不说话 来不及的再见多喧哗 陪我看大夜晚下 教室的心滴滴答答 带着温柔又想起你呀 我好想你在戚风的夜里 我好想你在人群的缝隙 你听见吗这一句喜欢你 吹得上你背影吗 那些大韩国的名字 没完成的约定 全都藏在心底 开出寂寞的话 你好吗 为什么长大就要走散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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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喜欢长进的歌声吗 噢 喜欢 因为我之前关注她 她是一个特别实力性的唱将 而且对自己要求特别的高 然后我就特别佩服她 就特别佩服她 对 今天坐在一起 然后随着这种音乐慢慢的摇摆 太幸福的瞬间了 对 是的 昨日晴空 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因为她总容易让我们想起去年12月份之前那些晴朗的天空 但是呢 我们历经了风雨 必将见彩虹 所以也许明日万里无云 但这些都要感谢一个又一个像单单一样的医护人员 甚至他们筑起了这样的风雨长城 谢谢 谢谢所有的这些医护人员也要谢谢长进 谢谢 谢谢你 下次见到你要更有长进 加油 哇 太棒了 谢谢